台股再創歷史新高 外资今天创下了史上第七大的买超 但是守方老师 节目一开始提醒了 到底外资是真心还是假意 能够让大家吞下一颗定心碗吗 守方老师请您上台来 马上来解构 今天三大法人当中 外资买了485亿元 买了哪一些前十大的买超股 ETF ETF ETF广达 ETF ETF 主持人节目一开始 一开始告诉大家的都买了ETF 除了ETF广达 鸿海大型股 夏业 还买了哪一些 同样大型股 大型股 大型股 这意味着什么 对 其实我们台湾在最近里面 因为我们的投资人真的很爱ETF 不管是什么样的ETF都爱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外资有期货的一个空单 一万多口 今天是期货的结算 你觉得对于外资而言 他最快速的方式 能够去拟贫期货的空单 又能够在现货市场上面来讲 扳回一层的方式是什么 买大型股 以及有大型股的ETF 对 因为ETF 他一个包装 他买一个ETF 他可能就象征他买30档股票 或是50档个股 那我买完之后再拉 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来看 买超第四名的广达 跟买超在整个六七八 第八名的红海 大家知道假外资 隔日充 加起来多少吗 多少 %数多少 20% 20%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整个台湾的 一个所谓的外资 很难看得懂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有非常多的隔日充 他有非常多的假外资 也就是业内主力借外资户头 去做进出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刚才会说 看广达的这种走法 这不是外资 正常外资的下单方式 所以可能在明天里面 这十点钟之前 你的一个手稍微绑起来一下 不要过度的去做最高 你要买等到十点钟以后 观察他的江波走势图 再来买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因为今天晚上也没有美股 可以去做一些的参考 所以这个是高达十九点多 这也是十九点多的隔日充 这部分 所以我觉得外资对于台北股市 它基本上而言是叫被动式的操作 你们嘎我 我买一下 然后再过来 我就是用高股息的ETF里面来讲 去做什么套利的动作 所以这些来自于当冲震比较高的 明天一开盘 至少在十点之前 先静观其变 广达还有红海 那如果外资跟陶信同买的 是不是能够比较安全一点 台大店今天外资也买 陶信也买 来股价看一下 昨天除息很厉害 今天马上就天息了 其实我们台湾里面来讲 在之前有发行一个叫 IC设计ETF 大家还记得吗 那居然台大店列在里面 我也吓了一跳 没有人可以回答 电源供应器吗 对 它是电源供应器 而且它有充电状态 有各方面 它就是不是IC设计 可它列在里面的权重高达前面 所以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中 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ETF要涨 你是不是要拉动这些个股 就像00940买一堆个股 也不知道高股息在哪里 意思一样 可是台大店就是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当它列入到整个一个所谓 IC设计的ETF之后 法人的买盘就开始增加了 因为这是被动式的买盘 第二件事情 大家还记得在之前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它就是在320块钱左右 它举行的法说会 它法说会说的是什么 我最快情况过去了 我最快情况就是第一季 那请问你 那是不是就应该去做买进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它股价里面 它虽然不喷 但是它象征的意义是 我也会填全息 所以在最近里面 这个行情上越早填全 越早除息的 其实是有利 第二件事情可以发觉到 它是沿着什么 上升轨道线在走 所以这场个股就是用这种方式 那现在来到的相对的高点 它必须出量 今天有出量 那如果能够站稳今天的一个高点 那这个部分就代表 它上升的轨道线是没有改变 人保相较于广达 今天的过高 人保的股价是这样 今天对坐 所以接下来外资对坐的是 投信在卖 但是外资终止了好几天的卖超 回过头来买 有没有机会让人保 股价不要这么弱 其实我觉得现在外资 跟投信就这样 你投信拉起来 外资就倒 你内资里面拉起来 我外资就倒 你发行高股息的1T5 00940 我就给你卖 等到你跌下来之后 我就给你买回来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人保的问题 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人保的问题 其实他也讲得很白 我也不知道报表上面 为什么一下报他有AI 一下子报他没AI 其实人保到目前为止 他在AI伺服器的组装 我说AI不是传统伺服器的组装 其实他并没有打入到GB200 那这个部分 那有待未来的努力 就是说你自己要去看 是挥达的供应链 还是非挥达的伺服器的供应链 那股价会差很多 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区间相形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这是外资今天 跟投信进出的焦点 说到了GB200 国内唯一独家供应GB200 交换器的恭喜鸿海了 今天高点208块钱 AI烽火漫天 鸿海208块钱的下一步 这样会怎么走 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欠郭台铭董事长一个道歉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下台之后 一直到他选总统的时候 大家不都说 鸿海股价这么烂还敢出来吗 可是现在的鸿海 每个人都抢着要 所以我觉得这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第一个 他是AI的狂潮 也不是只有鸿海这么狂 今天所有的GB200股票都很狂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这种过程中 鸿海他整个郭台铭 郭董事长要开始去做引退 除了他要开始进军政治圈之外 他本身就希望经济 台湾的经济能够改变 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要看我们现在的2024年的鸿海股价 200块大家都要抢着要 鸿海当时候的股价只剩70几块 大家想看70几块 你你是这几十年来的心地 而且到今年里面 大家持有鸿海十年的人 今年才解套 我有没有说错 没说错 那所以呢 在当时候 因为他的股价表现的不理想 所以郭台铭 郭董事长就在股东会 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要选总统 他就直接发豪雨说 鸿海的股价没有到200块钱 我不会退休 这句话就后来被变成 他要选总统时候 他的致命伤 有没有 他就变成这样子 那当时候 为什么鸿海的股价会这么的惨烈 跌到70几块钱 第一件事情 我说就是因为库克 库克就让大家开始来厮杀比价 遇到了整个中国大陆 像利逊 那这些的公司里面 红色的供应链里面 用低价的抢单 鸿海已经可以用很低价抢单 但是红色供应链用更低价 但所幸的是 鸿海他把持着技术上面的门槛 他才能够继续接到一些 整个iPhone的订单 所以就冲击到他的毛利率 大家记得鸿海那时候 大家讲什么吗 毛三道四 变成各位数字 这是第一个他遇到的一个难关 那第二个难关就是 他那时候非常的豪气 他去并购了日本的夏普 刚开始有没有股价 就飙上去了 可是没想到面板的产业 真的是有够惨 他那个时候的一两年 只是回光返照 到目前为止的面板的产业 仍然造成鸿海集团心中的痛 目前为止还是 所以并购了夏普 变成真的很惨 到目前他还在认列 夏普的一些亏损 所以他就开始停工 就做止损的动作 第三个他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是不是就NIH 到去年还是在讲NIH 到去年在整个一个刘良伟 董事长上面来讲 要开那个召开股东大会或是干嘛 还是在开电动车 问题就是你的电动车 你的电池就是搞不定嘛 你到底要用什么电池 硫酸锂电池 氢电池 什么电池 什么电池都搞不定 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电动车 是不是轻销出来 所以他的NIH遇到电动车的战国时代 有没有办法一桶 他没有办法一桶嘛 就就连特斯拉都没有办法一桶 你没有办法一桶江湖的时候呢 到现在的电动车 大家又开始去想的是什么 我开电动车 整个一个充电好难 我干脆开油电混合车 你知道现在在涨的是油电混合车的整流二极体 就是这样子 他到目前还搞不定 那另外部分来讲话 因为鸿海呢 郭董事长在过去 不管是跟美国 不管是跟对岸 关系是不是很好 可是当他从经济圈 要走入政治圈的时候 他喊出来的是什么 我都要好 然后我要为台湾的经济的强国 做一份的努力 他就决定在2019年 交棒给刘良伟先生 他就是比较属于圆融型的 他跟郭台铭 郭董事长里面来讲话 共同点 就是不善于颜值 但是他们的个性是差很多 所以刘良伟先生 那个他董事长 他就开始推动轮值的CEO 也就是说他发觉到 当整个郭台铭郭董事长 他离开鸿海之后 但是很多的老陈 在郭台铭郭董事长 没有选 就是初选失败的时候 在国民党初选失败的时候 这些老陈就要 郭台铭郭董事长回归鸿海 就一直立功 你回归鸿海 回归鸿海 可是2019年 他就已经交办给刘良伟了 所以刘良伟先生里面 他就压子滑水 他就压子滑水 他就开始提出来说 我企业要永续经营 我就必须要培养接班人 要看清楚哦 这是有始末的 也就是说 刚刚有听到老陈开始反扑嘛 就要把郭台铭郭董事长 这些老陈要开始反扑刘良伟 所以他就说我去要培养接班人 那接班人能够培养老人吗 你有看过哪个接班人是老人的 没有对不对 好那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我要年轻化 年轻化的时候 他在今年的四月就推动 母公司的六大事业群的总经理 每个人轮值半年 当CEO就是说 当管理这六大事业群的CEO 每个人轮半年 轮半年你也没办法去怎么样 可是问题就是那这样子的话 这六个事业群的总经理 在轮动的过程之中 请问你的老陈要怎么办 你老陈就没有办法 兴风作浪了嘛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要让 不服刘良伟董事长管理之人 你要给我萃出你的经营跟策略圈嘛 他这招很够一招 所以我就说杯酒士兵权 我们古时候讲那个历史上面说 我跟你喝酒之间 我就把你冰拳拿掉 对不对 他这个也是啊 我没有跟你杀伤力 我没有叫你走 可是我用轮值的方式 你每一个人就推出了经营圈 对不对 然后推动了四代的交替 也就剪断什么 剪断郭董事长亲近老陈的反扑 那在这种过程 当然也有老陈就帮助他 帮助他就自己自动实行 就这个 这个财务长黄秋莲就决定 我帮助整个刘良伟先生 我就自动引退 就让你年轻化 对我就自动引退 告诉这些要反扑的老陈 我黄秋莲 我都自动引退 你们还想干嘛 这个部分就帮助了整个一个所谓的刘良伟先生里面 他整个经营策略上面就可以逐渐的实现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2019年 请问大家有会鸿海的股价拍拍手吗 我告诉你 到去年大家都还想踹他 你120就是起不来 其实他过了120我都吓了一跳 对不对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候的一个鸿海 我刚刚讲 他一直到NIH 刘良伟先生里面 他都没有进军到AI 去年都还没有进军到AI 他还是在传统的AI 传统的伺服器 不是AI伺服器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浴火之中 因为刘董事长他推的三加三 电动车 我刚才就讲战国七雄 没有办法一统 机器人现在才在讲 对不对 数位健康 我讲多头市场 谁管你生计个股 对不对 那人工智慧 他终于开始开花结果 半导体呢 要到CPO他才可以 那新世代的一个通讯 所以他的过去的成果 为什么这老城会做反扑 因为2019年他就接棒 到去年的2023年 鸿海根本没有办法交出非常好的一些的成绩单 所以他股价一直在100块钱上下去做成钱 可是现在里面为什么成为凤凰 而且不是成为凤凰 他股价是喷射机 对不对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调整 他不再开始讲你AI 那个MIH了 他开始讲我的AI 我去年我的AI占营收比重多少 我今年是兆元 他喊出这句话之后 鸿海的股价就动了 他开始重压AI夺得GV200 最大份额不是全部份额 最大份额40% 那NVLink的大订单 你看我就没有写独家订单 因为之前的伪创也有拿到 所以这次报展那个独家 要打个问号 我打问号 对 有没有独家不知道 但他有拿到大订单 但不见得是独家 而且NVLink并不是一个很高毛利 我刚才就讲说 它是一个连接的桥接 然后它是一个串联跟汇流的部分 所以昨天媒体写的这个报导 在现在我们还要再持续观察 对 持续的观察 那我刚才讲说 主要还是来自于你是组装 还有零组件的供应商 NVLink的部分里面来讲 可以带来多大的获利的营收 我就跟大家讲 之前最早拿到的是 3231的维创 它有涨吗 没有嘛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 虽然大家很想再讲这个东西 可是它对于获利跟营收的贡献度 有待观察 要跟黄仁勋董事长 能够打群架的 就是团结力量大的公司 那集园整合最好的发掘 那个发挥最大战力的 股价就大牛也会翻身 大象也会跳舞 广达也是嘛 那郭董在这种过程中 本来来讲的话 因为他的亲近老臣一直在反扑 可是他这一次的成功 让郭董事长卸下了心头的重担 因为200块过了对不对 有高带啊 可是我要先讲 大家不要忘记 红海有20%的减资过 所以如果说红海有20%的减资过 我要算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刘良伟先生 能够帮助所有的投资朋友 让红海的股价过250 才是真的200 哦 好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郭董事长称四代交替年轻化 股价赞 股价豪 没有理由不答应 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里面的红海 来讲如同浴火的凤凰一挥冲天 但是提醒我们的刘董事长 250才对哦 不要只到200就不公了 其实红海200块钱合理 我们说现在大部分的股票叫做合理 它的价格的话 1000块台积电很合理 可是它有没有波段投资的空间 我觉得在目前只有操作的空间 就是你要每一天盯紧筹码面 要每一天盯紧技术面才有办法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红海的EPS 大概是在12块上下一块钱 你这样算20倍的本益比 其实快到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 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但是如果说你AI很好 苹果现在是有AI手机 你组装又很好 汽车也可以上来 因为现在所有的公司 我看一下汽车都是衰退 汽车也开始很好 250当然指日可待 可是如果缺一 我就跟他讲到220 它就会有点紧绷的味道 那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那我们可以发觉到 你看今天冲上去 就有一些的上限 那量又比较大 又有20% 将近20%是隔日冲 那你可能就要比较小心 时日线或是月线 那个时间点你再来买 可能比你去追 200块钱以上的红海 会来的安全一点 好的价格是等出来的 这句话金鱼良言 来家族当中怎么看红准 那红准大家就说 你的散热式风扇 其实很多人都对整个一个散热不是很懂 如果水对水的 你要重新把机房重新设备 也要变 可是如果你本来是3DVC 3DVC叫做三维垂直散热 变成水冷式的散热 有一个方法最简单就是水对气 就是应该说水对就是水冷对气冷一起 就是你的水冷的设备加上风扇 那他这一次里面整个一个散热就是我台湾没有就红白 然后他的一个风扇就是红准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GV200的用的啦 那第一季你可以看货率 第一季是0.6 那转弱点是季线 这一档是少数投信有满 但是是土洋对坐 那今天比较麻烦的就是第三档的健康 既然今天波动分时间来看一下 尖盘中的波动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涨就是报道上面登NVlink的时候 你如果不相信你自己把时间去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是NVlink 然后大家就在想 我刚才就讲说NVlink 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有一点差距 那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 因为最近大家都有聚高症 他们很喜欢找这一种的股票 对没涨到的 没涨到的 然后又低价的去涨 可是问题是你今天报这个量 而且是巨量式的黑K 那你可以说你是乖离太大 可是你今天是收在相对的低 那你今天报这么大 如果明天开低走低 那今天是谁卖出来 今天是外资卖出来的 因为这次投信不会买 所以今天是外资卖出来的 长辈今天就不倒出来 我就跟你讲说你们最近看过外资 麻烦请看清楚 真的外资也不会买它啦 那你自己看清楚 那所以变成我看 真的外资顶多要买健康就是这样子 这种这么长 突然这么大的量 你都要进去去查 是不是隔日冲的外资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要跌破无均线 明天不要开低走低 至少收盘要收在 今日低点之上 就没问题 所以今天早上去追的操作策略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同样的股价区当中怎么看迅新 迅新说实在现在里面来讲 迅新赚钱的没有 可是我就跟大家讲说 股价现在跑都要跑两年以上 你先看2026 对就是台积电看明年50 再过来看55 就这样推出来就1100多块 甚至看60 那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迅新呢 其实在目前它也是亏损的 因为CPU真的要2026年 那我觉得这档个股转弱点 因为它今天也没爆量 今天算有爆量 但我们看长一点点 它不是巨量 看到没有 所以它这个叫粗量 所以只要这个缺口守得住 那你就不用过度担心 也就是周月线 当作你的操作的参考 最后一档金顶 金顶 那这档股票就是 反正就是高股CTF的股票 3413的金顶就稳的 稳稳的 那你可以发觉到量也是稳稳的 你要操作在这一档个股 假设你是一个短限者 等量 量去突破323你就买 量没有突破之前 这档股票 你就先看其他的鸿海集团 概念个股可能还会比较强一点 了解了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 鸿海精彩的故事 接下来还会如何上演 就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帮你找一找台股的后起之秀 马上回来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